今年90后花都各自写来新作回归 除了杨子的长相思掀起高热度 谭松韵向风而行 李庆梦中的那片海也颇受好评 而近期陆王爷统计出90花2023陆剧CBB 收视排行top8 李立热8公诉第8 周宇童爱情而矣第5 李庆梦中的那片海第三 而冠军则打败谭松韵主演的 2023年度热剧向风而行 90花2023陆剧收视排行榜top8 李立热8公诉0.633 公诉由李立热8同类为高熙游静如领衔主演 剧情讲述名校法学高材生安妮 入职检察院后被分配到神秘的第四检察部工作 面对众多棘手的新型网络犯罪案件 她与她的检察官同行们精准锁定犯罪线索 能动发挥检查智慧 在刑警队长和陆元的通力配合下 他们跨境追踪 毕竟艰辛查询真相 中将层层隐藏的犯罪嫌疑人逐一寄拿归案的故事 2023迪热8寄出两部录剧 一部是搭档龚俊的S加股装剧《安乐传》 一部是证据题材的公诉 相较而言公诉的口碑比较好一点 收视表现也比较好一点 而公诉是迪丽热8的第一部正剧作品 虽然热度不高 但剧本不错 情节颇为引人入胜 可惜故事铺垫的手法较为枯燥 没有跌宕起伏 90换2023录剧收视排行 Top7 古丽纳扎 无与伦比的美丽 百分之零点六九六 无与伦比的美丽 由陈晓古丽纳扎领先主演 剧情讲述 数位青年奋斗在四分之一人生危机下 通过对他们生活事业爱情多方面的展现 聚焦当今都市现实 是继续长青年危机的故事 无与伦比的美丽属于都市情感剧 这部开播前其实热度不高 不过成小古丽纳扎 这对高颜值CP组合却非常养眼 碰撞出的火花也很吸睛 加上两人在剧中是前面关系 虽然故事设定稍嫌老套 但破镜重圆的老梗仍旧经典不败 也因此在网上引起不少讨论 90号2023路局收视排行top6 杨采玉 欢乐颂4 0.80% 欢乐颂4改编自阿奈的同名小说 由江书尹 杨采玉 张嘉宁 张惠文 李浩飞领先主演 剧情延续第三季未完的故事 描绘叶珍珍 方指恒 朱折 何敏红 于初恢 五位性格各业的姑娘 因同驻欢乐颂小区22层结缘 继而发生的一系列故事 欢乐颂第一二季由刘涛 蒋昕 杨子等门主演 播出时不仅热度爆棚 收视表现也相当亮眼 更成为女性群像剧的先河 而欢乐颂三四季却没有能延续前两季的高人季 自第三季开始剧评就崩得厉害 到了欢乐颂四口碑也没能逆转 虽然故事手法延续了前作的风格 但不少情节却显得过于尴尬刻意 几位主角的人设也引起不少吐槽 《九零化二六二三》录剧收视排行top5 《周宇童爱情而已》1.032% 《爱情而已》由吴磊周宇童领先主演 剧情讲述与转网运动员宋三川 和总裁特助转职业经理人的梁友安 在遭遇职场归零及人生困境之后 共同面对职业及感情上的种种挑战 在同担风雨并肩前行的道路中 逐渐至于彼此学会勇敢去爱的故事 《爱情而已》是二六二三口碑非常好的一部爱情剧 该剧以运动员弟弟vs经理人姐姐的 念下爱恋为主轴 整体节奏流畅 剧情真实二不悬浮 制作质感也好 再加上吴磊周宇童的爆棚CP感 也让《爱情而已》成功引起观众好评不断 口碑收视双收 《九零化二六二三陆剧收视排行top4》 《金晨平凡之路》1.389 《平凡之路》由郭麒麟金晨领衔主演 剧情讲述以攀岩、佐纳、树一男 为代表的出入职场的打工人 在行业资深前辈的带领下 于职场和生活的路上守望初心 在《平凡之路》中创造不凡的奋斗故事 《平凡之路》是上半年播的很不错的一部现代剧 该剧以律师职场喜剧为题材 剧情轻松又搞笑 角色设定鲜明立体 演员群表现出彩 职场戏也很能引人功名 因此引起观众不少好评 而金晨接下来还有搭档白敬廷主演的《南来北往代播》 这部是《真狂传》导演郑晓龙指导的新作 大家都很看好金晨的后续发展 《九五花二零二三陆军收拾排行TOP3》 《李庆》《梦中的那片海》 1.542% 《梦中的那片海》由肖战李庆领衔主演 剧情以1970年代末的北京城为背景 讲述肖春生第一品由石刹海走出来的年轻人 经历高考参军从商等一系列人生遭遇 几人命运跌宕起伏的故事 《梦中的那片海》是一部年代情感剧 该剧凭借肖战的高人气 一开播就引起网上高度话题 播出后收视表现也颇不错 整体剧评也好 不少网友夸赞肖战和李庆 与角色适配度很高 剧本也很有深度 年代氛围感十足 角色成长的描绘也很细腻 是值得一追的青春励志情感剧 《95或2023》录剧收拾排行TOP2 谭松韵向风而行 1.877% 向风而行由王凯谭松韵领先主演 剧情讲述以科克自律著称的 陆航科与飞行部副部长顾南亭 因为公司改革 意外与性格洒爽不羁的承销 成为上架鼠和师徒关系 两人共同经历冲击与考验 一路披荆斩棘相扶成长 携手助梦的故事 谭松韵今年播了两部剧 一部适合王凯搭档的向风而行 另一部则适合景博然的归路 其中右手向风而行 整体表现更好 向风而行收视成绩很不错 该去热播时对打刘亦菲李线的 去有风的地方 单网播量表现依然很亮眼 收视成绩甚至更胜一筹 虽然这部剧有点小缺点 但王凯和谭松韵都靠着演技 和自身魅力救活了整部剧 两人搭档起来更是火花四溢 CP感超强 王凯和谭松韵在向风而行中 饰演的情侣角色 展现了一种令人羡慕的爱情 他们的默契和理解力 让人难以忽视 无论是在情感表现 还是在行为角色上 两人都相互补充 形成了一种奇妙的化学反应 王凯和谭松韵作为优秀的演员 将他们对角色的深入理解 和投入情感表现的淋漓尽致 他们通过金正的表演技巧 将剧中的角色情感引起共鸣 使观众无法抗拒 对他们的喜爱和表现 王凯和谭松韵在向风而行中 展现了一种温暖而坚定的爱情 无论角色表现怎样的困境和挑战 他们总能彼此扶持 相互鼓励 这种真实的情感 让人感到他们是源自内心的真爱 让人心生羡慕和向往 王凯和谭松韵通过角色间的细腻 展现了爱的力量 他们在面对困难和挫折时 相互的关心和支持 让观众感受到爱的力量和温暖 这样的爱情给予观众希望和勇气 使他们相信真正的爱情 是坚定而美好的 王凯和谭松韵在剧中的爱情 展现了一种 共同成长和进步的力量 他们通过互相激励和影响 帮助对方克服困难和挑战 共同成为更好的自己 这种互助互补的爱情关系 让人感受到心动和鼓舞 王凯和谭松韵在剧中的爱情 展现了爱情的力量和激励作用 他们相互传达着希望和坚持的信念 使彼此在困难时刻不放弃 勇往直前 这样的爱情 给予了观众对于爱情的信心和希望 激励着人们追求自己的爱情幸福 王凯和谭松韵在《向风儿竟》中饰演的情侣角色的爱情 展现了默契与理解 温暖与支持 以及激励与成长的特点 90号2023落剧收视排行 Top1 李庆 人生之路 2.162 人生之路部分取材于路遥中篇小说 人生 由陈小李庆 李贤主演 最近讲述生活在陕北高家村的青年高嘉林 为了改变命运 努力奋发图强 历经事实变迁和命运 接二连三的考验后 在时代的浪潮中谱写平凡人不平凡的人生故事 李庆一人就占了第一三名 人生之路找来以高颜值为名的古装男女神 陈小李庆搭档 让该剧成功引起了不少关注 播出时更创下2.162%收视佳继 人生之路算剧本改动很多 导致部分网友认为失去原著精髓 但是整体剧情依旧精彩吸睛 陈小李庆更是演技出彩 将角色饰演得很到位 而两人更是为戏特别将肤色涂黑 只为给贴合农村小民的人设 相当敬意